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星星猴猴 今天咱们再来一期奶油蛋糕的制作 那么也是终于熬到了制作黄金奶油巧克力的关卡 那这个的话 如果你一旦发现黄金奶油巧克力 就表示这是一个解锁箱子的关卡呀 而且游戏的游玩时间非常长 非常的过瘾 那么每当我们完成一个简单的巧克力的奶油蛋糕涂抹的时候 会非常有成就感 那么这个东西不知道它是要卖给谁啊 竟然装在了一个密码的保险箱里面 你这个装的像是核弹的发射的这个钥匙一样啊 看起来非常诡异啊 这个就是一个吃的 为什么要装在这个东西里面呢 这个就得完全问我们的老板了 老板规定我们来使用这个装 那咱们只能用这个东西卖给客户 那如果你一旦没机好 机到外边了 那么就表示你这个是做了失败的 好又回到了常态观 常态观最终完成 是全部放入到纸箱的里面 最后再撒上点这个东西就是那种相似于奶油的这个白条 那么也是非常好吃 那现在这种食品类的游戏看起来是非常有食欲啊 建议大家不要半夜来游玩这个游戏 获得钥匙 那每当三个钥匙咱们可以去获得一次的这个三箱子打开 那么为我们的宝箱 增加一些金币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游戏的话 依然是三星评价 个人觉得对于一款休闲游戏来说 这个游戏还是比较推荐的 那这的话就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挤牙膏啊 不知道下面那个立起来的这个竖条 看起来非常像这个牙膏的毛刷 我们试一下 去撞击这个银色的挡板有什么效果啊 找一关 咱们来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效果 如果往上撞的话 会不会把咱们这个喷头给它撞断呢 让我们一起尽情期待 这的话是给它撞到这个水晶的一个宝箱中 还是比较给力的 这的话好像是不是 不是这个黄金的任务官 那么还是普通常态官 咱们继续努力来完成我们的任务 好的 那扔下一点这个类似于这个东西的碎屑啊 这个东西是甜的 可能是比较好吃 因为现在这个游戏不光是打架或者是对决 那么这种美食做饭类的游戏 我个人也是比较爱好啊 因为玩起来 非常满足这个成就感 每当这个面点或者是食材做完以后 会非常精致啊 虽然它是一个能看吃不着的东西 但是看一看也是非常过眼的 好 也是获得了一个完美三星 那么现在这类的休闲小游戏也是比较多 玩起来也是非常给力啊 好的 又进入到我最喜爱的黄金分割巧克力关卡 那每当咱们来一个完成多几点 看起来更加饱满 那如果挤过头的话就不给力了 好 咱们来把东西全部填充完毕 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订阅首顾玩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